我们用手机拍人像到底行不行 什么样的手机拍人像才会更美呢 很多同学呢比较在意这个手机拍出来的颜色好不好看 如果你正好是这种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学呢 可以打一个1在弹幕上 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呢 实际上我们想拍摄一个好的人像 虚化背景才是对于手机最应和的一个指标 因为颜色这个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每个人看到相同的颜色却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比较主观的印象的东西呢 我们排除之外 那真正考验我们手机拍人像到底好不好的一个核心指标呢 就是它的虚化能力到底强不强 因为在人像摄影当中 经常会去面对这种非常复杂的背景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手机的人像模式来进行这种背景的虚化 今天呢我就来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人像模式之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你通过这几个指标呢 就能选择一台适合自己去拍摄人像的这种手机了 我们怎样才能测试出这个手机的这种虚化能力好不好呢 第一个指标就是要看我们这个人和背景的这种分离能力 尤其是他头发师的这种边缘 所以我们现在用到人像模式呢 分别用一倍两倍三倍这几个焦段来进行拍摄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对了非常棒啊 好然后呢我用二倍来拍一下 我又推一点点 看一下他每个镜头的虚化能力怎么样 好我们再来用一个3.5倍再来试一下啊 现在这样子来 好的来 好在正式开始讨论我们这个虚化好不好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 我们手机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让这个背景进行虚化的 那他之所以产生虚化呢 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一瞬间 让他这个背景呢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抠图 当他抠图以后呢 我们再把背景进行了这种模糊的处理 而这种处理叠加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张人像虚化的照片 所以实际上他是这样一个算法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呢当他这个算法在进行抠图的时候 处理这些边缘以及发湿的部分呢 相对来说是最难的 当然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手机算法 可能和相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办法真正去超越它的原因 比如说像这个呢 他就边缘就相对来说比较生硬啊 有一些发湿呢在抠图的过程中 就已经损失掉了 现在大家就能对比的出来对吧 所以我们对于手机人像的这种虚化背景呢 也不能抱有太高的一个要求和奢望 但是呢我们只要整个照片看起来自然 而且大的一些这种发湿的边缘不翻车呢 就是一个好的指标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 后面这几张照片的指标到底怎么样啊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3.5倍长焦镜头拍摄的画面 整个画面呢看起来背景虚化还是非常柔和的 然后我们来放大看这个人物头发边缘部分呢 相对来说虽然说那些碎发没有了 但是呢它的过度也做了一个柔化的处理 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两倍镜头 放大来看呢 这个发湿的边缘处理呢和3.5倍也是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倍的主摄像头呢 整体感觉我们这个镜头的画质好一些 但是在处理这个边缘的时候呢 也是和我们刚才两个镜头的水平接近的 总体来说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画面来看的话 是很难分辨它到底是手机拍的还是相机拍的 只有当放大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呢 会微微的看出一点这种 发湿边缘的这种被抠图的痕迹 当然我们如果能看到一些优质的这种虚化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另外一台手机拍的 这个虚化呢就是非常优质的 它的背景呢也被虚化掉了 但是呢发湿有一些细节还在这个风中被保留出来 这种画面呢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能拍出来 它呢有时候也需要一点点运气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此时这个背景的元素越单一越干净呢 它相对来说这种虚化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种近乎于完美的这种手机虚化呢 一般还是不容易碰到啊 但是如果经常能拍出这样的手机呢 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可以虚化背景的一个手机 那我们再来看最差劲的是哪一种呢 这呢又是我的另外一台手机拍的 那么这个画面呢很明显我们在发湿的这个边缘 就找到了一些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这种生硬的这种过渡 而这种生硬的过渡呢就是一个明显看出来抠图的痕迹 所以这种画面如果我们稍微缩小一点看 你都能看到这种叫做穿帮的痕迹 所以我们想要选到一个优质的这种人像手机呢 我们至少要选到这样一个标准的这种手机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虚化呢 不一定每次把发湿都抠得完 但是呢在处理这些琐碎的这种发湿边缘的时候呢 它会进行一定的这种柔化的处理 只要我们在这种缩略图或者是手机上面看的时候 看不出这种明显的抠图痕迹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适合拍人像的手机 好的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测试吧 同学们 你们的手机到底虚化能力怎么样 我们评论区见 我是YB大叔 我们下期再见咯